气韵之剑闪现一下 已经刺在惊雷身上 瞬间三剑 惊雷爆发怒吼 混蛋 你竟敢薛老夫气韵 他的气韵被削弱了 力量也降了一大截 林墨宇带着冷笑 我们是生死相斗 还要讲规则吗 惊雷怒吼着 滚开 惊雷身体炸裂 与雷霆大道融为一体 化作无边雷霆 一条条雷霆锁链 从雷霆中冲出 朝着林墨宇杀来 同一时间 林墨宇失去了 对惊雷的锁定 林墨宇一步踏出 退出很远 空间大道震动 灵魂世界的空间 被压缩 迅速变大 他是这里的主人 占据着绝对优势 虽然惊雷很强 远胜林墨宇 不过林墨宇在灵魂层面 也已经是道尊三境 不是没有一战之惊雷 操纵着雷霆大道 以疯狂之势 朝着林墨宇碾压而来 狂笑声响起 大道竟可以生化大道 以大道进行碾压 你没胜算的 金雷藏身于大道之中 寻常办法 无法对其进行锁定 生化大道 比起大道真身更强 也更难对付 对付他 如同在对付整条大道 林墨宇心中一动 一缕气韵大道被分离 无声无息贴上了金雷的大道 气韵大道的力量太过虚幻 就算是雷霆大道 也没有反应 一瞬间 林墨宇再度锁定金雷 气韵之剑凝聚 随之变成剧毒之剑 随后闪动 尖叫声响起 你竟然对老夫气韵下毒 好歹是大道进强者 见识还是有的 能知道自己的气韵被下了毒 雷霆轰鸣 他以大道之力 磨灭气韵剧毒 林墨宇冷哼一声 再次凝聚气韵之剑 金雷在大道之中 气急败坏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锁定老夫 下一秒 他又疯狂叫道 你懂大道锁敌 你怎么会懂大道锁敌 林墨宇笑道 您都说我这么聪明了 会大道锁敌也正常啊 您也可以斩断大道啊 别告诉我 您不会啊 林墨宇已经猜出 金雷根本不会斩断大道 若是 他会斩断大道早就斩了 不会如此气急败坏 说说说 气韵之剑 对着金雷又是三剑 金雷的气息再度减弱 不过好歹也是大道进 巨大的境界差距下 气韵之剑的效果并不好 气韵剧毒 也被他用雷霆大道磨面 雷霆大道 依旧朝着林墨宇横冲直撞 锁过之处化作雷海 灵魂世界受到破坏 林墨宇也不经雷已经打定主意 先解决掉林墨宇完成夺赦 事后再想办法修复灵魂世界 身为大道进强者 修复一个灵魂世界 还是不在话下 林墨宇猜到了金雷的用意 他自然不会和对方硬碰硬 金雷能恢复部分力量 是因为大道奖励 而且 大道奖励必然是有时间限制 自己只要拖住它 就可以了 当时问金雷的时候 他没有说 越是如此 林墨宇就越是清楚 这个时间限制不会太长 时间大道震动 属于灵魂世界的时间 顿时变快 时间被加速十倍 外界过去一秒 灵魂世界里已经过去十秒 不过金雷此刻深化大道 有大道护佑 林墨宇的时间 大道效果被减弱 属于金雷的时间 仅是加速了两倍 并没有十倍那么多 饶是如此 金雷也感受到了紧迫感 他确实时间不多 他变得越发疯狂 已经不计代价 一定要先弄死林墨宇 哪怕把林墨宇的灵魂弄成重伤 也没关系 事后都可以弥补 感受到金雷的疯狂 林墨宇露出冷笑 你越疯狂越好 越失去理智 就越容易对付 金雷压根不知道 林墨宇根本不怕灵魂世界被打烂 他只需要一次新生 灵魂世界就能瞬间恢复 可以说 他比金雷更没有底线 两人一追一逃 世界术挥动着神舟顶 不断砸在雷霆大道上 神舟顶很强 只可惜世界术不够强 攻击效果并不好 林墨宇连着凝聚出了五次气韵之间 效果一般 不过林墨宇也不管太多 暴云术的道文闪闪发光 自己的气韵直冲天际 哼 气韵炸裂 金雷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暴云术虽然也受境界影响 但影响并不大 最重要的气韵差异 他的气韵远不如林墨宇 暴云术下 顿时受到伤害 林墨宇能感觉到 金雷的力量再度受损 似乎已经跌到大道径边缘 再往下跌 他就要跌落大道径 重新成为道尊 虽然境界跌落 他依旧是道尊久境 依旧强大 可金雷却感觉到了深深的寒意 林墨宇实在是太难缠了 灵魂世界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 再打下去 灵魂世界即将崩溃 灵魂世界一崩溃 林墨宇这个主人 非死即残 金雷无法理解 为什么林墨宇一点也不慌张 可攻林墨宇闪避的区域越来越小 雷霆如还眼看就要将林墨宇吞噬 这时林墨宇手指一点 空间扭矩中 海谷地狱从最深层来到这里 将金雷及其整条大道都笼罩在其中 地狱之眼带着强大的灵魂攻击扫过 虽然不足以打伤金雷 却让他感觉到了些许难受 海谷地狱也不算强大 不过海谷地狱的出现 却把金雷吓得魂飞魄散 在看到地狱之门的瞬间 金雷发出尖叫 地狱之门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林墨宇冷笑着 地狱凶林已经扑过去 不管有没有用 咬了再说 地狱凶林肯视雷霆大道 实属自不量力 立即被大道撕成碎块 金雷明显已经疯狂 他在尖叫声中 近乎本能爆发恐怖力量 将海谷地狱撕成碎片 恐怖的力量 透过海谷地狱爆发 也成了压垮灵魂世界的 最后一根稻草 灵魂世界崩溃 林墨宇的规则世界 中间那层崩了 整个规则世界 都彻底崩坏 这时 一道紫光闪过 带着难以言喻的神奇力量 刚刚崩灭的灵魂世界 瞬间恢复正常 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除了金雷的气息力量 已经远不如前 所有的一切 都回到了金雷刚进来时的模样 金雷已经接近崩溃 他现在后悔自己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今回想起来 就是贪欲在作祟 林墨宇的命如此强大 可以承受天灾权杖这等重宝 有两条虚幻大道 有本源述法 这种命 怎么可能是他可以轻易夺舍的 贪婪造成了现在这种结果 后悔 怨毒 金雷彻底陷入疯狂 雷霆大道 随着他的疯狂 轰然炸裂 演化雷海 无数雷霆巨人从雷海中冲出 朝着四面八方 杀去林墨宇心中一动 他意识到金雷疯了 无数雷霆巨人 从大道雷海中冲出 朝着四面八方杀去 灵魂世界 依旧被世界术封锁着 可世界术的力量 面对雷霆巨人 还是差了一点 世界术将整个灵魂世界笼罩着 可树之雷霆巨人轻易撕碎 根本挡不住 雷霆巨人境界 都在道尊七境 十分强大 可是这些雷霆巨人 看着不太稳定 仿佛随时会崩溃 这个术法 若是在金雷巅峰时期动用 自然没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 金雷本身已经快要跌落大道径 而且他的力量 来自于大道奖励 力量和时间都有限制 再加之金雷早死 留下来的只是残魂 种种原因集合到一起 这些雷霆巨人虽然强大 其实维持不了太久 而且他已经知道了金雷的想法 金雷要663 撕碎自己的灵魂世界 可是金雷明显忘记了 自己的灵魂世界 是可以恢复的 刚才已经恢复过一次 若不是真的疯了 肯定不会 再做同样无意义的事 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疯了 受的刺激太大了 为什么会这样 林墨宇没有时间想太多 首先要解决的是 眼前的问题 心中一动 亡灵军团集体出动 亡灵军团虽然不强 幸好数量足够多 全部冲上去当肉盾 能挡一会是一会 同时 林墨宇本人 也朝着金雷冲去 金雷想撕碎 自己的规则世界 那自己就撕碎 金雷的灵魂本体 自己的灵魂 确实在实力上 远不如金雷 但自己有天灾权杖 本元术法激活 林墨宇的灵魂急剧提升 刹那间 从道尊三境 提升到六境 提升了灵魂境界 肉身一动没动 在不动用大道 不灭丹的情况下 道尊六境 已经是灵魂 可以达到的极限 力量比之前强了不少 也给了林墨宇 足够的底气 林墨宇运用空间大道 冲进了金雷所在的 雷霆大道 大道所敌位 林墨宇指路 第一枚道文闪闪发光 气韵推演符被激活 气韵符推演着 未来会发生的事 一道道雷霆迎面袭来 可都被林墨宇提早避开 林墨宇速度自然不如雷霆 但他可以预知 未来数秒内发生的事 足够他做出闪避 未来不断变化 林墨宇也不断推演 一次次闪避过攻击 终于 他看到了金雷 此时金雷气息波动十分剧烈 仿佛随时会从大道镜跌落 金雷的眼神有些涣散 灵魂也在扭曲 确实已经疯了 失去了应有的理智 一个大道镜的存在 竟然疯了 这说出去 谁会信啊 大道镜的道心何等坚固 怎么可能疯 要什么样的刺激 才能让大道镜疯狂 不过现在并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 林墨宇已经冲到金雷面前 挥动天灾全杖砸了过去 哄 一道雷霆炸开 林墨宇被轰飞 灵魂近乎被炸掉大半 差点直接激活新生 这个变化 不在气韵推演幅之列 之前推演时 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雷霆发自雷 林墨宇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 金雷应该感应到了危险 本能做出反应 大道镜对危险的感知很强大 林墨宇想靠近并不容易 林墨宇手指一弹 焚尸之火凭空出现 笼罩住了金雷残魂 金雷残魂像是受到了刺激 发出尖叫 雷霆大道同时轰然 无数雷霆从大道中射出 落在金雷身上 雷霆磨灭了焚尸之火 可以烧死神宠灵魂的焚尸之火 没办法烧死金雷残魂 大道镜可以用大道 磨灭焚尸之火 连焚尸之火都没办法 林墨宇有些犯难 一 这时 天灾全杖上的灵魂宝石 忽然绽放光芒 土黄色的光芒 如流水般涌出 流遍林墨宇整个灵魂 灵魂刚受的伤 顷刻痊愈 林墨宇明白了灵魂宝石的意思 它是感应到了金雷的灵魂 这个平时根本不会动弹一下的家伙 嘴馋了 林墨宇再次冲过去 举起了天灾全杖 金雷再度有了反应 抬手就是一道雷霆轰过来 天灾全杖上的灵魂宝石 闪闪发光 保护住林墨宇的灵魂 雷霆轰在灵魂上 灵魂宝石形成的土黄色光芒 不断与雷霆抵消 土黄色光芒很强 能挡住大道径的雷霆 可是雷霆中带着强大的冲击力 还是让林墨宇难以靠近 从没有动的平衡宝石突然发光 林墨宇并不知道平衡宝石到底有什么用 光是从名字上也很难推测 这次平衡宝石忽然动了 明显它是被灵魂宝石拉着一起动的 平衡宝石释放出无形力量 笼罩着林墨宇 同时也笼罩着金雷 刹那间 林墨宇感觉到 轰在自己身上的雷霆变弱了 不只是雷霆变弱了 金雷也在变弱 金雷的力量迅速跌破大道径 不断下降 转眼间就只剩下道尊六境 道尊六境 正好是林墨宇目前所处的境界 现在金雷的状态十分诡异 他明明还在大道径 可是打出来的攻击 只有道尊六境 林墨宇也终于明白平衡宝石的作用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平衡 把敌人的力量和自己的境界进行平衡 若是敌人的力量高于自己的境界 那敌人的力量就会被减弱 一直和自己持平 平衡宝石 真逆天 心中暗叹一句 林墨宇顶着雷霆 将天灾权杖砸了下去 天灾权杖砸在金雷灵魂上 金雷惨叫出声 原本混乱的意识 竟然在此刻恢复 如同回光返照一样 在临死前 他的意识回归清醒 林墨宇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很想问他 为什么会被刺激到发疯 可已经晚了 灵魂宝石启动 将他的灵魂抽了过来 林墨宇根本无法阻止灵魂宝石 金雷好像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的口中反复呢喃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两秒后 金雷灵魂被抽干 生死到消 雷霆大道消失 雷霆巨人纷纷崩溃 2.3一场大战终于落幕 刚才短短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亡灵军团崩溃大半 死伤数百亿 不是死了还能复活 是真正的死亡 连不死亡灵的机会都用尽 面对雷霆巨人 亡灵军团不堪一击 这就是境界上的差距 完全被碾压 林墨宇召唤出一个骷髅神将 随后便是竖法联动 任由他们自行补充 他的意识回归现实 密藏中雷霆锁链已经消失 整个密藏都在晃动 逐渐崩溃 林墨宇一动不动 目光中带着思索 复盘着刚才整个过程 明明不想和域外天神交战 明明知道无法打杀对方 却因为害怕大到惩罚 以自身之力 强行困住域外天神无数年 一是等待后 有人来救自己 二是 也怕域外天神会杀了自己 没想到